您知道吗 跟清朝乾隆帝时期相比 中国的领土足足少了34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94个台湾的面积 大家熟知的海参崴 枯叶岛 黑虾子岛 现在都落到了谁的手里 又是怎样失去的呢 7月3日 俄罗斯驻华使馆在微博发文 庆祝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纪念日 弗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控制东方 指的就是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参崴 俄罗斯如此公然挑衅 但这一次小粉红们却格外的安静 也许很多国人并不知道 海参崴早在1999年12月 就被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拱手送给了俄罗斯 回顾历史 鸦片战争以来 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是沙皇俄国及苏联 苏联侵占了中国黑虾子岛 面积335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70个钓鱼岛 唐弩乌两海地区 17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贵州省的面积 和枯叶岛 7.64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台湾的面积 近代史上 沙俄强迫晚清政府签约 侵占外星安岭地区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西北地区共15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本来这些国土是有机会收回的 可是1999年12月9日 江泽民与叶利清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承认了晚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将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国土无条件送给俄罗斯 江泽民还将被苏共强占的17万平方公里的唐弩乌两海地区 无条件送给俄罗斯 将黑瞎子岛的一半划给俄罗斯 并将中亚多国出卖了西北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等等等等 不得不说 在丧权辱国方面 连慈禧太后也得甘拜江的下风 按照刑法 江泽民不仅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而且罪大恶疾 然而 江的卖国行径 却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反对和制止 也没有一家喉舌媒体发表过批判文章 反而还获得了中共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所以说 江泽民卖国并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整体行为 江泽民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卖国党 中共谈爱国 就像一个满脑子难道女昌的老流氓 谈仁义道德 无耻至极 中共所谓的让百姓爱国 实际上是爱党 多年来 中共利用宣传工具 故意混淆中共与中国的概念 事实上 中国人是炎黄子孙 而中共的老祖宗是外国人马克思 中国人的老祖宗给后代留下的广袤国土 中共篡政后却大肆卖国 进入2020年 中共由于多年的倒行逆施 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全面危机 中国共产党王的征兆已全部显现 西方民主阵营开始全方位对抗独裁中共 中国的柏林墙随时会坍塌 中共卖国 杀害八千万无辜百姓等所有罪行 总有被清算的一天 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 对于千千万万善良的百姓来说 唯有彻底脱离中共 退出党团队组织 抹去为其献出生命的誓约 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